雅歌第八章 但愿你像我的兄弟 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 这样我在外面遇见你 就可以闻你 不会被人藐视 我要引领你 领你到我母亲家里去 从小她就教导我 我要给你喝香酒 她的左手拖住我的头 她的右手拥抱着我 一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恳求你们 不要惊动她 不要挑起她的爱情 等她自发吧 那从旷野上来 靠在她爱人身旁的是谁呢 我在苹果树下唤醒了你 在那里 你的母亲怀了你 在那里生育你的 为你受生产的痛苦 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把我戴在你壁上如戳印 因为爱情像死亡一般的坚强 极度如阴间一般的坚吻 她的烈焰是火的烈焰 是非常猛烈的火焰 爱情 重水不能熄灭 洪流不能淹没 如果有人拿自己家里 所有的财产去换取爱情 就必被藐视 我们有一个小妹妹 她的良辱还未发育完全 有人来提亲的时候 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呢 她若是墙 我们就要在她上面建造银塔 她若是门 我们就要用香薄木板维护她 我是墙 我的良辱像旗上的塔 我在她的眼中像寻得安乐的人 索罗门在巴利哈门 有个葡萄园 他把这葡萄园租给看守的人 个人要为葡萄园所得的果子 付一万一千四百克银子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在我面前 索罗门啊 一万一千四百克归给你 二千二百八十克 归给那些看守果子的人 你这住在园中的啊 我的同伴都在细听你的声音 愿你使我也听见 我的良人啊 愿你快来 像羚羊或小鹿 在香草山上 如果你们给大家看守船 大家看守船